就李喜明这个角度他来讲的话 他素素秘书 他提出了台湾胜算 是小而精小而力小而强的兵力结构 这个在台湾内部引起极大的争议 那换句话说他就讲 他就讲 突然不用论 突然就不用论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判断 他的用意大概就是这个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台湾有位军头 三星上将 他的名字叫做李喜明 李喜明担任的职务 他曾经担任过海军 他是担任过总长 他也担任过军政副首长 他历任要职是蔡英文任命 他退休以后到美国 做了一段时间 然后回到台湾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台湾胜算 这本书的出版 结果台湾有一个出版集团 把它列为十大好书 所谓十大好书就可以说 一个军头变成了愤青 所谓的愤青 他对台湾的军方是有很多的意见 他又是二级上将 那就变成了愤青以后 没有想到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他能够拿到这个奖项 比蔡英文 颁给他的任何的勋章 都要来的荣耀 这个就是李喜明 李喜明是台湾少数 潜见派出身的将领 他在担任总长期间 他是提倡了所谓小而精 小而利 就是厉害的利 锋利的利 小而精 小而利 小而强的建军方针 他反对台湾向美国采购 所谓大型武器的载态 所以大家都会笑 李喜明 你是用刺刀来换刺针 或者是用什么 大炮换刺针飞弹 那换句话说 刺刀跟刺针是在讽刺 李喜明 就是说刺刀换刺针 刺针就是防空导弹 低空的防空导弹 那刺刀呢 就是进行肉搏战 他们是用这则笑话 去讽刺李喜明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 李喜明 他这部书 为什么他可以获奖 这是台湾历任总长 唯一写书的将军 这个非常难得 台湾的几任总长 那我几乎我都见过 台湾的几任总长 我都几乎见过 我也跟他们谈过很多事情 但是就李喜明 这个角度他来讲的话 他处书密书 他提出了台湾胜算 是小而精小而力 小而强的兵力结构 这个在台湾内部 引起极大的争议 那换句话说 他就讲 他就讲空军无用论 是海军无用论 跟陆军无用论 当然这个 这个是我个人的判断 他的用意大概就是这个 就是他不主张 买大型武器的载态 他反而是强调 台湾应该要创造机动灵活 要比照乌克兰机动灵活的模式 然后要发展武器系统的整合 是透过网络进行所谓的武器系统的整合 他说这个才是台湾发展的建军的方向 因为他的建军的模式 是打破了历任总长的观念 历任总长 我们可以说主张发展大空军 大海军跟大陆军 当然台湾长年以来是由大陆军在主导建军 但是李启明是认为 好台湾应该走所谓乌克兰的模式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你要走乌克兰的模式 他只有三个要界点 第一个 第一个你要摒弃过去的思维 就是说你把部队特战化 所谓部队特战化的话 就是有利于巷战跟其他方式作战的进行 而不强调大兵团作战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台湾要走这条路 就必须要发展 所谓的克兽的武器 那更重要的是如何透过网络进行一体化 这个是台湾发展的一个关键 那第三个 就是说你不要这些大型武器的展台 那你就形成了一个困守的格局 各位要知道攻击是最佳的防御 但是台湾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要做用困守的方式 这就使我想到当年 胡连将军跟我讲的一句话 这句话到了今天 我多内心是非常的触动 胡连讲 就是军人最高的荣誉是在战场上战胜敌人 而不是杀身成人 就是说军人最高的荣誉是在战场上面 全军破敌 而不是杀身成人 那从这一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李启明 我恭喜他 真的是稀奇 他也是唯一的总长里面 二级上将里面 第一个拿到 图书奖的 因为毕竟 他是拿枪杆的 他不拿笔杆 而他又可以获得这个奖 难怪李启明非常高兴的说 以他67岁的年龄 可以拿到奋卿奖 那这个奖 比蔡英文 班寿的勋章还要来的荣耀